欢迎回来楚河山里人 我是从 今天我要把这个小小的阳台 改造成一个高产的菜园 实现蔬菜自由 还挺憋实的 我前两天刚从树林里涂雾捡来的棍子 香香的 就是那种森林里的味道 小孩玩你吧 你才像小孩玩你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步把阳台清理干净 把木架子搭好 因为过两天德国要降温了 这个是我订的防水层 大约是150克的 之后里面的那种可以铺薄一点 我后面介绍可以在这里 种我的冰箱树 可以这样长出去 而且我们这个阳台 它有一点点坡度往下的 所以我觉得 也不存在积水什么的问题 很简单 它如果你是家里有土地的话 你直接翻过来 它有几个小角插到土地里 然后再把这种钉插进去就好了 非常简单 但是我现在在阳台上 所以我就把它反过来 那个盒子定了两个 一个是1米2×80 一个是80×60的 我要把它们拆成是否我这半个羊帘的尺寸 它们用20里都种了桃树了 这对青菜不是太容易了吗 这边还可以再放点汁 就可以了 飞上时期等了10多天 终于等来了这个特殊的土 特殊的软木土 看是这一层 调整一下 把里面再铺上一层薄的防水层 然后开始铺这种控水的土 用椰土和这种堆肥土混合 做上面的土层 正常来说这种三分质面子这种盒子 就已经够一家三口能吃了 看看这次能不能成功种出来 对不起 第二层薄的防水线里已经铺好了 虽然比较粗糙 但是铺上木土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 我要铺上木土了 哇还挺香的 很香香的就是那种森林里的味道 软木土已经铺好了 我铺的比较薄 大概60升 我只用一半多一点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盒子本身也不是很深 就还OK 之后我就可以铺土层了 但是我想用椰土和这种土混一下 它和其他的这种圆土混合在一起 不太容易让圆土板结 比较疏松 透气性这样比较好 上面说浇三升水 就可以泡出十升土 我刚才大概浇了一升二 一升三吧 椰土就是椰子壳 加工之后的土 但是也要注意浇水的时候 不能浇太浪 就是吸水性太好 那我前两天刚从树林里徒步捡来的棍子 把它们搅一搅 调制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种植盒子 没有在室内用过这么大的 土壤环境的问题 也不需要改良土壤 这非常简单 你就铺上这些你买回来的土就好了 泥物 你才像小猴 你这次买回来的土颗粒特别大 所以我估计肯定要育苗了 我又累坏了 还好我缩减了一块面积 你不然真的要我要累都不行了 哈哈哈哈 肥沃的土屋一样 哈哈 我要肥沃利用把这个衣架买进去 之后给黄瓜和豆角当架子用 浇湿了它 湿润一下这个土地 一会就把草莓移搬到这一块 然后这边就种生菜啊什么的 特别快收成的 种土空的这些东西 种黄瓜 然后还要编那个麻绳下来 给它做盆子 60的话大约三株刚好 你看这个根都挺健康的 是嫩白色的 蒜带它的根也会生一些抗菌的 这草莓也是保护做的 这是黄瓜 它现在可能有点早了 还不管了 这次 这都是黄瓜 但我不准备要这么多黄瓜 我想最后就留四层 让它们先竞争一下 再种这袋子我就准备 之后种番茄用的 番茄因为现在天还有点凉 等它再长一长 再把它移出来 我去到到底了 什么事 这就是没有事情 还想到不少 今天开门 怎么回事 来吧 这一会儿 那是呀 我们来到课 teens 就先让你的为什么 所以 LOC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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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